中国在新疆涉及强迫劳动或是维吾族参与棉花生产 引起各国知名品牌抵制禁用新疆棉花 中国只是挖出瑞典时尚品牌Agent M 一年前发出的巨用新疆棉声明 引发一连串的抵制洋货运动 只是这波由官媒主导的爱国行动真能成功吗 他们不是说那个他们slave 就是中国人被slave然后去那个割棉花吗 那不是假的吗 像他们就是造谣想垄断的话 那我们就也不用穿他们的东西了 这也是Nike的鞋 Nike的 没有说因为底子所以不穿 自己买来的东西为什么不能穿呢 但是你穿了阿迪达斯 我哼到以前买的呀 你不是要抵制一下吗 那这次那怎么办呢 我现在偷跳 我现在要偷跳吗 美国之音访问多名中国民众 多数人都觉得此事与老百姓无关 甚至有中国网友以过往经验直言 抵制运动从没成功过 不但没成功过 在新疆棉上还是智商的抵制作法 根据联合国籍美国农业部的数据 2019到2020年全球三大棉花生产国 分别是印度642.2万公吨 中国593.3万公吨 以及美国433.6万公吨 以占全球产量比例分别为24.2% 22.3%以及16.3% 根据中国官方数据 棉产棉花约595万公吨 需求约为780万公吨 缺口约为185万公吨 其中新疆产量约为520万公吨 占了中国总产量的87% 真的不能再高了 若是中国的战狼外交引发全球抵制 让新疆棉以较高价钱出不去 缺少的棉进不来 占了87%的新疆棉 在产销失调下 加上国外市场抵制新疆棉花制品 就会影响到中国的纺织供应链 对中国自身的工业与就业都造成损失 中国民族的身体很诚实 对外国商品的抵制只是当下的 至少是在当下的话 我可能确实是不会去购买那些品牌 然后之后的话我不敢确定 年轻人其实就是购买那些牌子的那些频率啊 各方面还是挺高的 所以是有一些牌子其实没有那么快就可以取舍 再加上抵制会产生伤及的反作用 正如中国网友所断言 抵制运动从没成功过 果然还是打折箱啊 国际中心 综合外电报导